大帝主刘文采62岁因病逝世,留下七个子女,现状如何? 我们的伟大领袖,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,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,官僚,买伴阶级,大帝主阶级,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,是我们的敌人,大帝主阶级赫然位列其中。 地主阶级是封建制度的特有产物,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,清朝覆灭后,大帝主阶级依然存在,其中有些甚至与帝国主义相勾结,对外产内求存,卑躬屈膝,对内残酷镇压,剥削人民,代表着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,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,与中国革命进步的绊脚石。 刘文采就是这样一个反动的大地主。 启家军政界,川西刘老虎刘文采188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安任镇,是民国时期川西地区有名的反动大地主,其地刘文辉也不是擅长,乃是盘踞在川西的大军阀。 1921年,时任川军毛旅旅长的刘文辉,率军驻扎在四川宜兵,刘文采凭借其地的势力,先后任四川烟酒公司,宜兵分局局长,去南传娟局长,脱南护商处长,脱南禁烟茶几总处长等职, 手中又贤又有权的他,开始为非作歹,横行相礼,甚至擅自征税,所征税木花让繁多,就连厕所都有厕所税,但凡拖延或拒不脚纳者,必然会遭到刘文采的毒手。 这期间,他还强迫农民种植因素,残酷镇压农会活动,残杀农会负责人,和我党在川西的领导战部,犯下雷雷罪行,庆竹难输,当地人对其恨之入骨,恨不得生食其肉,背后都叫他刘老虎,化身地主老财,死性不改。 在七家良善1931年,刘文采刘文辉两兄弟,与同为军阀的本家侄子刘湘产生冲突,冲突从暗杀升级到军事行动,为了消灭刘文采,刘湘不惜派飞机轰炸一兵,刘文采不敌,仓皇而逃。 展开全文1933年,刘文辉败退,雅安,双方的军事冲突才逐渐平息,战争结束后,刘窜在外的刘文采,回到老家安人镇,以巧取豪夺的方法,抢得良田一万余亩,另有当铺,票号,房产若干,过上了地主老财的生活。 脱离军政界,当上地主的刘文采恶习不改,将刘老虎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,大肆盘剥欺压电农,霸占良家妇女,豢养恶功大手,横行相礼,视人命为草戒,甚至公然于闹事枪杀亲戚,当真是无法无天,罪大恶极。 1947年7月后,解放战争的局势日渐明朗,蒋介石反动集团不断败退,刘文贵审时多事,脱离蒋介石,开始秘密与我党接触,而刘文采死性不改,执迷不悟,依然残酷镇压我党志士,欺压良善。 1949年10月,刘文采病逝,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刘文采死后留下四子三女,大儿子刘元龙胆小懦弱,贪生怕死,刘文采曾将其送入军队,想让他像其弟刘文辉一样成为军阀。 但刘元龙实在不成气,受不了部队的苦,没几天就当了逃兵,回家后有守浩贤,一副顽固子弟的作风,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,1952年因病过世。 二儿子刘元华倒是争气,出于泥而不染,还考上了黄埔军校,毕议后投身军旅,军功累累,可惜刘元华在解放后,因为他那个反动大地主的爹,而不受重用,最后离开军队,成为一名工人。 三儿子刘元父是个花花公子,整日寻花奔柳,流连风尘之地,最后对一个戏子产生了真情,谁料。 那个女子是疾父刘文采的女人,父子二人因为这个女人恩怨一决,老死不相往来。 四儿子刘元贵与二哥刘元华的经历颇为相似,也曾投身军旅,解放后受其父牵连成为一名工人,最后死于一场意外事故。 至于刘文采的三个女儿,却是没有太多信息,只知她们的姓名为义云、婉兰、婉惠,都是刘文采的既是杨仲华所生,在那个兵荒马乱,男尊女。 非的时代,没人会在乎三个女子的遭遇,不过,恐怕没少受到刘文采的牵连。 小杰,近年来,有人为刘文采喜借,认为,刘文采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罪大恶极,所谓的反动大地主,只不过是民国时四川当局的污蔑,原因是,刘世兄弟与蒋介石的矛盾,甚至抓住刘文采兴建的安人商业街道,和安人中学说,刘文采是大善人。 为了揭开刘文采的真实面目,一个名为应权的作家,特意前往四川调研,并在两千年将调查结果汇总成天赋长夜,还是刘文采一说,在书中,应权得出了结论,说刘文采反动大地主丝毫不为过,甚至低估了他,真实的刘文采,要比传闻中的更加可恨,更加无法无天。 作为西压良善,阻碍革命的反动大地主,刘文采必将被永远地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只是可惜他死亡时,解放军还没有解放大西南,否则,刘文采必将受到人民的公开审理处决。 当不会让其如此轻易地死去,参考资料,天赋长夜,还是刘文采,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